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CNN引用了新华社报道 他的推文说 53岁的孙力军被指控领导中国安全机构中的政治团伙 阴谋反对习近平 这是二十大前政治清洗的高潮 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 离中共二十大还有二十四天 毫无疑问 习近平将在大会上获得第三个五年任期 从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到清零政策 习近平对中国的政治系统已经做出了重大的改变 不过有些专家认为 习近平的计划只不过是刚刚开始 现在他看似有真正的机会 彻底把中国带回文革时代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报道 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 提名为 习近平可能如何修改共产党党章 一位推特网友总结了这篇文章 他的推文说 观察家们将密切的关注习近平在连任后会如何改变共产党党章 即使是看似晦涩难懂的修改 也可能表明他认为自己与共产中国的创始人毛泽东相提并论 一个受到审视的领域是习近平的哲学 正式名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范围广泛而模糊 很难定义 然而在2017年的人大会议上他被写入了宪法 这使习近平的地位高于他的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 胡锦涛和江泽民的理念也载入了党章 但没有附上他们的名字 邓小平的名字是死后才加上去的 他的思想只是被称为一种理论 第二个可能做出的修改会更重要 习近平已经被称为国家的舵手和人民的领袖 这些头衔毛泽东都曾经拥有过 但习近平还没有恢复设立党主席的位置 因为党主席的头衔几乎就是毛泽东的代名词 1982年在毛泽东去世的六年后 党主席的职位就被取消了 以表明党采取了更加集体的决策方式 如果习近平重新设立党主席 将是他对这种后毛泽东时代共识的标志性拒绝 也是习近平影响力的名著提升 维也纳大学的李玲说 重新担任党主席职务对习近平来说 可能具有实际的意义 如果习近平在二十大上只是继续连任总书记 他就违反了干两届就退休的规范 如果升级为党主席就避开了这一点 此前他一直避免任命任何接班人 但李女士认为 如果成为党的主席 习近平也就明确地表示了 他计划无限期地继续掌权 这可能会让他感到足够安全 可以任命一位接班人 也许是副主席或者副总书记 毛泽东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他一共当了二十年的党主席 在他死前一直就任 在这期间他选择过四个接班人 如果习近平如法炮制的话 也许他会以最舒服的方式公布他的接班人 这位Twitter网友回应了这篇文章说 习近平的目标不是毛泽东 他的目标是皇帝 我们已经可以从他的清零政策中看出 他可以和毛泽东一样残酷 甚至比他更多 我们都记得毛泽东当时 饿死了超过三千万中国人 中国这次需要多久 才能从习近平的打击中恢复 各位网友们有什么看法 你们觉得在二十大 习近平修改党章 把自己分为党主席的几率大吗 习近平会不会五年后再加上五年 他有没有可能被阻止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中国教育的竞争是出了名的激烈 我记得我在上高中时 读过关于中国学生高考备考准备的文章 我看到了这些跟我同龄的人 为了复习高考 住在学校 连吃饭都顾不上 有些人甚至使用输液袋来补充营养 十几年寒窗苦读 中国青年收获的是怎样的人生 青年政策之下 百业凋敝 民生艰难 我在这里想问一句 中国青年们 你们还好吗 让我们来看看西方媒体报道的 中国青年的故事 路透社发推报道 在中国经济下坠时 节俭成了中国年轻人的新时尚 在大流行之前 妇女士为自己和她的家人 设想了一个不同的未来 买新车 拥有更大的公寓 周末吃美食和去热带岛屿度假 不过现在 这位39岁的上海营销顾问 随着中国众多的20岁到30多岁的中国人一起 在青林封锁 青年失业率高 和房地产市场步履蹒升的情况下 尽可能的削减开支和储蓄现金 香港大学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陈志武说 在严峻的就业市场和强劲的经济下行压力下 年轻人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 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 东部城市杭州的一名20多岁的女士 网名辣江 在《小红书》和《哔哩哔哩》上 发布了100多个 关于如何制作10元晚餐的视频 获得了数十万粉丝 社交媒体上分享省闲技巧的讨论 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 讨论包括 在中国最昂贵的城市之一 上海举行的 每月只有1600元过生活的挑战 在2019年 一位在疫情之前就深陷信用卡债务的 28岁女士杨军 在豆瓣上创办了一个 名为低消费研究院的群 该群已吸引了超过15万成员 杨军正在消减开支 并在二手网站上出售她的一些物品 以筹击资金 她说 清零政策让人们感到悲观 你不能像以前一样 把赚的钱花光 下个月再赚回来 不过 就算一些中国人存款足够 他们也不敢过多的消费 之前提到的39岁营销顾问 傅女士已经推迟了 她出售自己的两套小公寓 为儿子在更好的学区 买一套更大的公寓的计划 她也暂时放弃了买新车的计划 她说 为什么我有钱也不敢升级我的房子和我的车 因为未来一切都是未知的 这样子提心吊胆的生活 听起来真不舒服 各位住在中国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同样的感受 如果中国继续往这方面发展 还有人敢出来创业吗 现在的年轻人会不会成为文革2.0的小红卫兵 推车网友们说 哇 强迫人民节俭 甚至连有钱的人都得挨饿 习维尼把中国的未来搞砸了 说不好以后 唯一在防火墙内允许的视频 是拍中共马屁的视频 还有网友说 我认为中国经济报复性算账的时间快到了 政府过度建设 通胀经济等等 最终必须有人辅助代价 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源相比 共产主义非常有限 最后这位小粉童说 节俭应该是生活之道 就算你节俭 政府也会过来收你的钱 你在这边苦哈哈的过日子节约了钱 政府割韭菜的镰刀就来了 美企人安替发推说 今天国外各国开始取消入境疫情控制 国内却强制隔离开始收费 好嘛 这都开始收费了 疫情还怎么能停 就是新冠病毒真心想停 地方政府也舍不得呀 我们可以看到文章里说 隔离中 每天收费三百元 一千三百 十天就三千块钱 强制隔离还要收钱 我们都知道共产党喜欢说双赢这个词 也就是什么事情他们都赢两次 这次的强制隔离还要收费 就算是割韭菜连割了两叉 既不让人民工作赚钱 又把他们强行拉走然后收费用 大家说这种情况下节俭可能吗 大家对强制隔离还有收费有什么回应 请写到评论区里 对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 认出去并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不过能跑的 特别是住在中国的外国人 已经早就开跑了 最近的新闻报道称 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员工 甚至一些国家的大使们 都纷纷地离开中国 而且国外的公司和政府已经决定 把员工送入中国 已经不算是一个对员工负责任的行为了 华尔街日报Jonathan Chung发推报道说 长期以来 中国一直是企业高管和外交官 梦寐以求的任务 是新兴大国的一个有声望的职位 如今 随着中国清零政策导致的孤立加深 和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 现在很少有人愿意被派往中国 中国开始防疫措施的两年半后 几乎没有转变的迹象 西方公司和大使馆已经得出结论 这方面的挑战不再是暂时的 有些公司甚至质疑 将自己的外国员工部署到中国 是否对他们负责任 随着限期的拖延 许多在中国的公司遭遇人才外流的现象 许多情况下 他们都是比预期时间更早的离开 并且他们离开的职位 没有回填 作为回应 一些驻中国的单位 正在请求总部采取紧急措施 由于居住在中国的欧洲人 和英国人的数量 从大流行前大约减半 至约6万人 许多欧洲商会的成员公司 也就是在中国长期存在的跨国公司 正在缩减规模并进行本地化 被影响的不仅是驻中国的公司 连大使馆这种政府机构 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Jonathan继续说 例如巴西驻上海领事馆 将从现在的5名和7名缩减为2名外交官 没有支持人员 一份发给巴西外交部的外交电报中写道 如果不采取极端措施 领事馆将无法运作 为了让被分配到中国变得更具吸引力 美国国务院已经将外交官在中国的典型任务期限 从3年缩短至2年并增加了报酬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哈特 发了关于疫情爆发之前和之后的国内海外人的比例 并说 这不一定能说明现在的情况 因为数据来自2020年末 不过这个图表还是令人惊讶 从这张图表我们可以看到 疫情刚爆发之后 外国人逃离中国的比例 在清零政策的压制下 已经有更多人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 这样下去还有多少其他国家的人想来到中国呢 大家有什么看法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在世界各国媒体纷纷猜测 中国到底会不会武统台湾 核实武统台湾的同时 美国几家大银行的银行家们 明确地回答了一个相关的重要问题 德国之声记者William Young 总结了金融时报的新闻报道 他的推文说 如果北京发动攻击台湾 摩根大通 美国银行和花旗集团的领导人 已承诺遵守美国政府 关于退出中国的任何要求 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摩伊尼汉说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与中国合作 但是我们将遵循政府的知道 如果他们改变立场 我们将立即改变 就像我们在俄罗斯所做的那样 截至2021年底 花旗银行在中国的风险敞口 为273亿美元 包括贷款和投资证券 是其在俄罗斯的5倍 摩根大通于2011年 在中国成立了一家证券合资企业 直到去年才完全拥有它 澳本海默银行分析师 克托夫斯基表示 中国一直被各国银行 视为更多未来的增长机会 而当前的地缘政治风险 可能是他们对现在的 中国投资金额更加谨慎 如果你是一名首席执行官 你在国会作证 而问题基本上是 如果台湾是下一个乌克兰 怎么办 这会让你非常缓慢 非常刻意地做出下一步的决策 并确保你不会有太多的资本 暴露在风险中 推撤网友们评论说 威慑中国的最好办法 就是做出正确的行动 在外交上承认 台湾是一个自由和主权的国家 还有网友说 为什么要等 他们应该现在就离开中国 最后这位网友说 别说政府的命令了 退出中国 是你的职业道德上的问题 各位网友们觉得 这些银行退出中国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企业 反对武统台湾的时候 习近平有没有可能改变 对于武统的想法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现在我们进入本栏目的 网友互动环节 让我们看看 上期节目 网友们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网友中共中央 回应了石户长的事件说 从之前的网络员 到现在的石户长 其目的就是强化严密的 社会管控 不让老百姓 有任何反抗的行动 对的 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 一些政府试图完全控制 人民思想的现象 不过 我们也看到过 有些时候 人民们会受不了 而集体反抗 因此推翻压制他们的政府 中国人民的底线 快被触碰了吗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什么看法 网友QQ 回应了年轻人选择躺平说 关于躺平 主流有两种观点 一种是纯属找个 100块钱一个月 或者不要钱的 天桥底下躺尸 这种挂臂行为被人瞧不起 还有一种是基本生活保证的情况下 找个风景好的地方过低欲望生活 前后两者共同点是 大多会觉得自己不够上见 没办法 没有地方说道理 难道还没有地方发挥 阿Q精神了 努力奋斗 应该是一个人自己的选择 成功的道路不只有一条 有时候 你需要找到你想要的道路之后 才能真正为自己而努力 希望中国的年轻人们以后还可以有机会找到 并追求自己的梦想 网友老李分享了他自己的故事说 我已经摆烂了 21年毕业 毕业的学校还不错 但稀里糊涂学了四年的专业不喜欢 也不是什么就业热门专业 上了半年班因为眼睛爆发 非文症和精神状态差就辞职了 现在这半年和父母住在一起 我家里手工皮具在网上卖 订单少 工作强度低 一个月只能收入2000多 把自己的爱好当成工作 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 我本来学的是数学和经济专业 不过我现在反而做了我最喜欢的媒体职业 但愿这位网友能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 各位观众朋友们请跟我一起祝老李以后事业成功 过上满足和幸福的生活 网友明天句句 沮丧地说 有时候真的挺绝望的 不知道未来怎么办 也不知道怎么去做 更不知道怎样才能润 给这位网友推荐一下 美国热搜8月19号讲述的 一位中国人润到美国的过程 不过还是那句话 润学毕业的道路可是艰难的 就算润不了 选择留在中国 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节目最后 咱们来看几个荒诞视频 作家方舟子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视频 并发推说 一出娘胎就要被虐待 可能中国的专家研究出了 新冠式遗传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些小孩们都太可怜了 特别是那些婴儿 我的童年不算是超级好 不过比起现在的孩子们 我感到当时真的是太幸福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 关于隔离巴士的新消息 方舟子在视频上发推说 贵州之金县 深夜开往集中营的大巴车队 千万别翻车了 据说现在转运前 都要求设议人员签署免责声明 出现生产安全事故 死了 白死 这也太扯了 政府对贵阳巴士车祸 百姓冤死的反应是 下次签个合同 出了事也不能怨我们 就连网民愤怒的声音 都在网络上被封锁 下面我们来看看 其他国家的人民 对于相似事件的反应 网络媒体新闻调查 发视频说 伊朗死一个人 全国抗议 中国贵州死27个人 新闻头条都上不了 这就是差距 极权国家也并不是 完全一样的 大家看完这些视频 有什么回应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今天的美国热搜 就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记得点赞和关注我们 如果大家有任何有趣的话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 跟我们分享 我们下一期 不见不散